健康四小寶是綠茶素 洋蔥素 蘆蕙素 蘇米森素 這四樣東西高劑量的植物提取物 針對人體的癌細胞作出一些幫助 這四種成分一定是對癌症會發生作用的 一定是殺癌細胞 這是醫學報告 別人說了的話就上網查就最好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叫做細胞自滅 第一個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因為它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 蘇米森素可以迫癌細胞凋亡 蘆蕙裡有一種東西叫做醫務電 第二種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綠茶素可以處死癌細胞 對付癌細胞 用綠茶素逼它自殺 用蘇米森素逼它衰老 用蘆薈素令它擴散不了 HELLO 第三節 我收到一個好消息 無緣無故收到10元很開心 但在Youtube帳戶與我無關 但很可愛 我沒有預期過原來是可以的 我們剛才這個 這個也是朋友 剛才你剛才說的 鐵粉 糟了不會說 現場觀眾我們的鐵粉 我們現場觀眾又是朋友 又是網友的捨物體 多謝你這位先生 我稍後會結束一張圖 怎樣玩法呢 我正在研究中 我們知道在Youtube的右下角 剛才的表演給我 到時看一些圖 他結束了一張 也不肯一步一步一步 有用 大哥 剛剛我們要講完 再研究一下 再講完後面的廢話 再告訴大家 無緣無故收到10元 原來Youtube也玩這個 有一個類似17元 有啊 我朋友製造了一張照片 OK 我們的operator哥哥很好 不過我CAP了一張照片 看到那個 某某某某某物體 他就無緣無故捐了10元 然後就大家加油 我也很感謝他 無緣無故做 我們都在試新產品 好 我們接下來就 說什麼好 Cherry峰是不是你朋友 不是呀 Anyway Cherry你好 Hello 那我們講一下化妝品 好啊 因為我weekend 放學後無聊 吃完飯 是不是呢 我去了哪裡呢 忘記了為什麼會 是放學 好像有他吃飯 Anyway 就覺得好像需要買唇膏 因為很久沒有買過了 通常一買就買一對 回家裡的人 但是女人只有一個嘴 但是不知道 什麼家裡的唇膏 就要 不要說啊 一連三百六十五天 真的可以塗不同顏色 你不要說 你不要只是說那樣 我只是說什麼 serum 我也很嚴重 我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我的唇膏最誇張 我買 無端端會手行 覺得好像就是沒有 以為沒有 即是洗面膏的類似朋友 我會以為沒有 誰知道家裡還有兩支 頂 我也會存貨 我開了一支 我一定要確定 我的倉一定是有一支 即是所有東西都有一支 剛剛 又不是一支的一支 我的意思是一支 我的意思是 我有些很誇張 有個朋友就是會兩支 兩支買 我的一支是每一支 譬如你洗面膏 爽膚水 notions 即是一定有一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一套東西 這麼誇張 你不是嗎 我又不是 你剛才洗面膏而已 我洗面 然後還有serum serum serum很少 serum你也會有一支 如果這樣說 我洗面的東西 如果是全創 你有做mask那麼好嗎 懶惰 又要塗東西 摘摘摘摘摘 我比你還懶惰 我不喜歡 serum 你塗完的serum 就是塗Lotion 然後有這個 我洗完臉 塗上去 塗Lotion便可以睡 你的mask是什麼 Paper mask 我就是不喜歡 Paper mask 有些塗上去的 我喜歡塗上去 因為我很怕用 因為我不可以自由的凍 我喜歡塗完的 然後塗上去 如果是敷著的 你不可以到處飛 你不可以在家做其他事情 搞其他事情 打遊戲 很困難的 你一定要睡在那裡 如果你敷了 睡在那裡 然後愚蠢蠢 你又不可以 20分鐘 我就不喜歡 我近來 要不就用Sleeping Mask 塗完之後再用Sleeping Mask 看看情況 因為兩隻都有 塗出來 就這樣塗的 也有 但看看情況 Paper mask 五分鐘 十分鐘 就可以撕下來 塗完臉 就可以睡了 我不用那麼多步 你又要塗 爽膚水 之後 我真的做完 我覺得很麻煩 真的我會的 我會做完 有時候 燈氣太忙 我懶惰 我會怎樣 現在買一些 極潤有一隻三合一 即是四合一 五合一的朋友 始終我都會做過Sleeping Mask 然後就塗過一隻 柯軟溫的物體 柯軟溫通常都出事 暫時 我說日本的兩隻牌子 有空給你試 我有用過極潤 金色 其他的不行 我用不到 我油性皮膚 金色會出事 我還要敏感油 我是大油田 我是 你是乾的 我又不是乾 你混合也是乾的 即是T松米 你也是乾的 但你這些位置是不出油的 一時一時 今天經常沒有用過 OK的油 不是的 你摸吧 不是的 你那些 不是的 我不是那隻油的 即是我剛剛沒有那些 你是乾的 不算 肯定不是乾 我告訴你 我今天另一個同事 是最常有龜裂的 不是的 它龜裂 有機會油性皮膚也會龜裂的 不是的 它真的極乾 它要用油的物體 它長期要用油的物體 不是的 我覺得它辦公室應該放一個防濕機 不然它可以塗多少 都會裂 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的辦公室 那個公司小到 大概只有這個室室房那麼大 兩部分體式 四方形的 那不是乾死了 所以長期冷的 放濕機 不然我會敏感 我一乾 我敏感 就會出一些風爛的東西 然後我長期冷的 放濕機 我不知道 我試過不放 然後我這些位置就會裂 我又沒有 我通常去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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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皮膚測試 她說 小朋友買顏色筆 我同意 不要這樣 女人是這樣的 但我家裡真的有很多資訊 阿餅 你不要那麼過分 我過來澳門打你 她說的 我不知道 這是朋友 沒問題的 OK的 我看到你好像找了一些很過癮的東西 可可可樂 最終是 不如這張可可樂 看可可樂 可以的 等一會 我飛了葉子 剛才顧著看 正正紙啊 可樂可樂 謝謝Operator哥哥 我想放相 我們看到一張可可樂 我覺得 你問我是看Facebook 他跟Facebook 韓國牌子來的 Crossover Cocacola 是 但我是在一個美的網站去看 Eye Shadow Palette 有眼影 4月份出 她說4月底 但好像最近 街上我還未記得到 如果經過 沒那麼快 她說4月出 她說 應該沒那麼快 每次都要試 她說那個是香港雜誌講的 但我不記得誰 應該是韓國出 4月底韓國出了 大概一兩個星期才到香港 因為每次都香港是慢一點 等等 其實我有做功課 欸 她說的 4月下什麼 夏巡 夏巡 即是月底 月底 我這樣寫 但她說是The Faceshop官網 應該是韓國還是香港 香港 我按過是香港 不過還可以的 價錢很便宜 好 這一張就是去一個 什麼都有些 但有一張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繼續看一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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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BeeBee Cushion 氣墊粉底 是最真用行的 氣墊粉底 為什麼 你先說氣墊粉底問題 這個罵很久 讓你罵一會 我停給你 一會就好了 塗上臉上一定是灰 通常是出兩張顏色 21和23 但我們其實普遍香港女生的膚色是22 但大部份都是 21是偏白的 是Beige 即是Beige Color OK 然後23是深一點 又不去到Ten 但是Sand 那兩張 那為什麼裡面混呢 不能混的 你看它這樣擠出來 它是有一個海綿在裡面 然後它有一個Pot在裡面 兩邊印 通常我很會買氣墊 我自己就 還有另一件事 我很不喜歡氣墊粉底就是 它真的不是很適合香港地用的 因為香港天氣比較濕 那大部份其實香港的女生 你這麼濕的天氣 大部份都是混合型 混合型皮膚 T-zone 因為它通常氣墊粉底 它比較潤 因為韓國天氣比較乾 其實是因為香港比較濕 所以如果你用了 即是香港女生用 是會很容易用 因為我其實基本上市面上的粉 這些氣墊的時候出 那是貪得意 那我就去買 試 那時候一兩年試新產品 基本上市面有八成 我都試過 你說得出Lamnage 那些什麼 最有名的我試過 即是雪花瘦的 上到臉 雪花瘦好一點 但我也覺得有點焗 我一焗就不行了 我的皮膚就很容易出粒粒的 你會不會嘗試用Gel型的 因為個人意見 你會不會嘗試用Gel型的BB Cream的東西 不會 你嘗試用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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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你油 因為你油 你不應該用那麽黏的東西 通常大部份BB Cream都是那麽黏的 我現在是先打底部 是 然後我是 因為其實是真的 你敏感皮膚 你還要加上用東西起粒粒 你臉不要塗那麽多東西是真的 所以現在我盡量先塗防曬底部 那個Base 即是用一些遮瑕膏 遮瑕疵 遮瑕疵 再上一陣薄的粉就算了 因為其實是真心的 你臉 你沒有辦法 譬如說黑眼圈那些 你沒有辦法100%遮瑕 人是沒有完美的 你看看明星是沒有可 你看看為何他的皮膚這麽完美 你看看別人一個星期 一、三、五、六去做Facial 二、四去做Gym 即是這樣說 你哪跟別人有得比 我會勸喻 譬如說敏感皮膚 我盡量用少些東西 你敏感些什麽? 以你所知你敏感些什麽? 沒得說 我所有香料都不用 因為我本身就是香料敏感 我香料沒問題 我酒精都沒那麽大問題 但真的撞手層 我不是特定的 但如果我粉底那麽說 它的質感如果太潤或者太厚 有些是不知為何 你以為很薄 但你塗上臉 因為我有學過化妝 我塗上臉 我塗上臉 但它的色調有些是很震的 它的那種白 它上臉 不知為何會變灰 是不是每個都是? 大部份 我身邊的朋友 用穀蓁的大部份都是 但反而你說 冰花瘦和厚就比較少 但因為我覺得太潤 我眼底這些位置 我不可以用太潤的東西 所以那兩隻 我就排除開 所以說那兩隻冰花瘦和厚 我就是那兩成之外 即是這樣說 其他那八成才沒有 如果是冬天 即是你可以用雪花瘦 在冬天才用 即是這樣說 你ok的東西 你可以用雪花瘦 即是可以用雪花瘦 要潤一些潤的東西 因為我就 我給別人做多一個步驟 我知道BB Cream有沒有CC Cream 也好 即是那類的東西 其實應該去做Base 但通常我都不是 我特意再買多一支透明的Base 那支是沒有的 即是連防曬都沒有 對的 你是一定要做多一層隔 因為始終BB Cream 其實都是一個粉底 因為它怎樣都會有粉底 那個原素 ingredients 你一定要塗Base 所以那些人 很多人說沒有 不用的 沒有可能的 騙人的 你一定要塗底的 我就用一些 不是特別是貴的沙灘 買within一百元內的東西 但就是Made in Japan 即是我就比較煩氣一些 不是Made in Japan的東西 我是不用的 還有它有香味 我是不用的 大致上我都沒有試的 但我是譬如很乖地塗到 通常前面那一層 skin care 去到 我忘記了 最最後的步驟 通常我用 Shishado的 Bow Performance 那一層飛碟的東西 是比較滋潤的 之後我再用Base 然後再用BB Cream 我是給別人多了兩個步驟 我通常就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 我早上覺得很少 我洗完臉之後 我就這樣塗那個 即是記得的時候 就會上支 因為我有支敏感皮膚 我通常用它那些 即是有支 譬如說抗敏感最好 其實是用金棧花那些東西 即是用金棧花的成份 抗敏感是最好的 我早上起床 我可能會天氣乾 或者是開完冷氣 會有一點點紅點 那我就塗完那一層 就基本上退紅了 然後很簡單 塗一些很薄的 Gel Cream的Lotion 然後就上 即是假一會 可能換衣服 然後就上Base 然後可能塗一點粉底 我就上班 因為我盡量 那些東西 因為敏感皮膚 真的不好塗 其實每個人的粉感都不同 我就 即是你問我塗 我就不轉東西就沒事 轉東西就很容易 但很難說的 有時候有些很流行賣斷 所以不是大牌子那些很少 所以不是大牌子很少 轉方法 或者它突然升級轉的 你要自己知道 這是真的 很難的 真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發覺我們兩個 一個乾一個油 那就可以塗完所有東西 我們可以一起分享一些資訊 因為現在是神童的 對 除了這個氣剪粉底 即是 它我沒有用不要緊 氣剪粉底 大家選擇沒有問題 但我會勸喻買一些貴一點 因為大部份 譬如The Face Shop 我有買過 我有用過的 它都是會有那個問題 上了臉會變灰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盡量試 試頸位 對 你試粉底的時候 最好就是想看看有沒有敏感之類 就試下巴這些jaw line 試一點點 然後去走個圈 即是不要馬上去買 去走個圈 可能隔一兩分鐘 看看有沒有起紅疹 或者是看看那時候 看看能否 match 到你的臉 顏色 因為其實大部份粉底 是會有氧化的問題的 大部份粉底也是會有這個問題的 不懂 粉底液 其實它也是粉底液 通常我用折的 會有氧化的問題 粉底液 要 depend上你的皮膚 譬如說我油性皮膚 上粉底液是氧化得比較快的 它是會暗了一個通 有部份 大牌子都是這些問題的 我剛才想說那隻MJ 在Chuché 不是在Chuché counter 是莎莎 counter 便宜一點的 那隻BB Gel沒有試的 我不知道是BB Cream 還是BB Gel的物體 可以有兩隻 它是比較薄的 我講的是粉底液 是真的有coverage 即是大牌子 譬如YSL 再便宜一點MAC 那些都會有少少氧化的 但油性皮膚的人要小心一點 你試粉底液的時候 OK 我沒有用粉底液 因為其實你的Cuzion也是粉底液 它也是會有機會造成這樣 其實它好像不像BB Cream 為什麼我會說它變灰 有機會是因為氧化問題 但這些不是BB Cream supposed to be BB Cream 其實對於我來說 跟粉底液沒有分別 總之你有coverage BB Cream也有coverage BB Cream也有coverage 我用那些沒有 即是你問我那些是這樣的 對 韓牌大部份的BB Cream 提供的都有coverage 而我會把它歸納粉底液 我沒有用 因為我有用過你的Gel 你的Gel是很薄的 而且透明質酸的精華類 是比較重的 所以它出來是比較透薄 你的遮膏的瑕疵 其實不會遮太多 其實我不是有遮膏的瑕疵 但我告訴你 這些Cuzion在上面 八成就沒有了 那些斑也沒有了 其實我不是很化妝 所以用的時候 特別是韓牌這些Cuzion 或者BB Cream 你小心一點 試了 走個圈 加一陣子 我發覺我被你懶得 才可以買 不要這麼衝動 買回來 我真的被你懶得 而且不要相信他 Oil Control 不 應該這麼說 每個人 Cuzion很難做到Oil Control 坦白 我不知道 我被你懶得 我知道你的化妝袋是多日過我的 我真的沒有 因為我多日是因為我上班的樣子 我有時候趕時間 可能睡到最後一分鐘一秒 我真的會在車上化 OK 因為我這個妝 你也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 是屎人的樣子 我早上到現在 我懶得這樣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戴 我只是戴唇膏 因為我有時候不是家化的 你問我 我不是 因為我覺得香港很重的 所以得錯我不戴 我儘量由早上到現在 我當然不撿袋 也是這樣 應該是不撿袋 我拿的是不撿袋 然後另外一張 這個應該是 很可愛 這個紫色的碎粉 不是紫色的 它是白色 我想是定妝粉 這個會不會有可樂的味道 我覺得它又不會有味道 不知道 它叫殼 是Cococola 我覺得 我感覺它是這樣 好可愛 這個 可能定妝粉我不會用 我會用什麼 我會用普通碎粉 不一定要碎粉 它粉餅我會用素相 我定妝了 那就整天了 其實我覺得這些白色 其實沒什麼用 我有試過用定妝粉 或者那些控油粉 我覺得是多餘的 對於我來說 真的多餘 其實我碎粉和粉餅 對於我來說 都是同一件事 是啊 我就會寧願用素相 幾個都會用素相 因為白色是沒用的 白色會令你的膚色很噁心 不是的 它是透明 它說透明也是白的 我塗了一次 覺得有一陣 壞的東西 我不喜歡 幾個牌子都用過 不喜歡 它的透明我都覺得白了一點 所以我就很喜歡 所以我就很喜歡 你可能撞手塵那個 我真的騙你了 那就不知道了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它是 但是我就不喜歡 還有顏色 我也挺貼地 但是我很怕買一套東西 顏色都可以 接受的 不同 日頭和晚上的妝都兼顧了 譬如你晚上有派對 約了人 你可以化閃一點 你補的時候 可以補一些比較 現在很流行的 橙橙 現在來的夏季 流行一些peachy 一些color 橙色那些都可以做到 其實很坦白的 告訴你 我是不塗在車上 我會懶 我會懶 完全很懶 我喜歡玩顏色 是嗎 但這個我覺得有點大盒 我很怕買 我個人會買一粒粒的 我不會買單色的 但我不會買一個 它設計給那個顏色 就是這些 這些 combination 很少的 我都 我覺得好些 自己選擇自己喜歡日色 如果你說 我想今年是金色層綠色 金色層藍色 那我買一個金色 就已經可以了 那 啡色 金色又上到啡色 有很多東西可以混合 但我覺得這個做得挺好的 這次的 combination 它的顏色是比較容易用 但不是 右下角那張 組紅很難 沒有 組紅 這麼難 幸好是組紅 我塗不到這些顏色 很噁心 對 我塗這些很噁心 加上紅色有塗到 橙紅色的顏色全部是用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什麼 它現在沒有寫的 這是唇膏來的 應該不是 它唇膏在另一邊 不是 這是唇膏 不是 它有另一種 它那個唇膏 這個是liquid的唇油 不像 對 我記得它這個 因為另外一個牌子 還是the face shop 好像出過類似這樣的包裝 是唇膏的東西 OK 應該是唇膏 但我猜 它左邊的是紅色 因為它是黑色 照片又右手邊 我猜它是深紅色 我猜它是指甲油 直角 未必 它應該是三隻 我猜是指甲油 我們等它開估 可以開估 下一張 這個就是唇膏 這個就是唇膏 五隻色 顏色都很普遍 很容易用 很穩陣 這次出的顏色 出的顏色 但我全部都不用 我全部都不是這些顏色 不是這些顏色 不是的 這個就是你所說的 如果你問我 因為它還有另一隻 所以我不知道剛才那個顏色 接著到你的Mascara Mascara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大家都在 這個牌子 在莎莎會見到 卓越也有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好像 我用這個Base 它這間牌子 它最有名的 是眼線液 和睫毛液 是最低的 而且它真的可以做到 那個 有籌款 不好意思 你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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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用過它 剛剛出的時候 是銀色管那支 它現在新出了這一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裝 都挺深得女仔心的 又是挺華麗的 很華麗的 忘記放大 對不起 忘記放大 還挺華麗 它好像有啡色和黑色 我用過它以前最舊的 一支銀色管 是挺好的 它好像出了一個 再更新的方便 是有一點粉紅 加銀色漸變 那支都OK 因為我又用過一段時間 那支 都挺耐用的 那支放得久 起碼不會乾 但是這一支 大家小心點用 因為我都 用過一次 我家裡有一支 用過一次 朋友在家裡見到 找我做白珠仔 就是一試 很嚴重 我用在我的眼上 我可能試多一兩次 告訴大家 什麼事 因為我的眼睫毛 夾起來容易夾 容易夾彎 但是如果塗下去 那些質地不適合 就很快可以 夾完就好像沒有夾面 所以眼睫毛向下 插回到眼上 那你又要再重新夾過去 一夾你又要黏一塊 對 正常 所以這個是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你為什麼突然找這一支出來 為什麼會突然找這一支給我們的 因為其實這個牌子 我說過它的節目液 是真的很出名的 它是最便宜的節目液 但是它是可以打 那時候一出 是打倒了 尊貴的節目液 也打倒了 我不知道 它是跟MJ 因為MJ是不可以暖水落的 這支可以 可以之餘 它是可以保持持久的 它是可以不用 而且是可以癢 你的眼部份算不算油 算的 但是它是直接油眼都可以 到你現在正在化 即是這麼說 我看到你有畫眼線 我為什麼不畫眼線的原因 如果你是這麼貼的油 其實我會變成熊貓 因為我內眼線是很油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天生的 我也很油的 我試過是給人化妝 即是給人專業的 我轉頭說真的不行 你也要試 沒有問我給你試 然後轉頭不夠 五分鐘就用完了 我是很誇張的人 所以是我很少化眼妝的原因 因為我自己 我眼睛那邊都很油的 那我就會打底 打了都沒有用 可能以前那些沒那麼好 不是的幾年前 我說一兩年前的東西 不是很久 現在因為我自己都很油的 所以我現在就沒事了 我現在這樣可以保持十幾個小時 因為我都很油 但我眼睛眼霜會激 但我眼睛眼霜會激 Anyway 每個人的質感都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 對眼睛都很油的 我現在打底 我八、九個小時 眼睛眼霜會有一點點激 但基本上我睫毛液不會掉 我是不會用的 那你算不算一個大汗包人 不算 那你跟我差很遠 我是會出油 我是很大汗包的 即使我夏天也是這樣 你是要出防水的 你是要戴眼霜會塗防水的 不能用的 甚麼都不能用 總之你問我眼睛眼蜜 我從來都很少化 即是有化的 但真的很少除了冬天 去某些場合我需要的 我才會化 否則我真的會被自己 那折毛也不行嗎 不用 那麼誇張 折毛也可以的 要用防水 MJ是你的朋友 MJ不能用 MJ不能用的 摘下水 我試過用 摘下水也不用 我反而用 我覺得最好用的都是Chill Mura 即是我自己喜歡 我有買NSV的 但NSV我就覺得 不行 結買了一塊 NSV 有辦法查到它不是 但我不喜歡 但我最喜歡用Chill Mura 個人問題 不行 我覺得 為何它那時候出版 現在不是說這一個 就是之前的版本 那個formula 它一出版本 它真的打倒了專櫃 因為它是一來 暖水小的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錯了 它是很長時間之餘 它是暖水可以射到 即使你是大油 基本上也不是全部的 有些真的油得很緊要 那些就沒得說 即是它是出到很多 我自己身邊的人 我都是身邊的朋友 都是用它 即使我自己也是用它 之前 因為現在已經用完了 所以開了一些新的 但這支有點出事 它真的不油 而且它不行 不知道 它不是不油 它是油皮膚 但是它不會溶 它不會掉下去 一粒一粒一粒 因為一掉下去的眼底一粒一粒 就會很麻煩 就會入眼 然後你就會很癢 整天的眼睛 我又不知道 我對它沒有什麼興趣 這支新出真的要小心用 好 我們過了一點 不要緊的 下一節過來 還有一堆 其實我想說2018的夏天和春天 現在都快要夏天 這麼熱了 那是說接下來是什麼顏色 或者是怎樣化嘴唇 我想 不是呀 今年很大誇張 都是 Daniel 之前你有什麼問題 要吃這個四小寶去調節身體 肝硬的三期 然後找四小寶 找四小寶 為什麼你又買四小寶 健康四小寶 吃這個呢 我又覺得奇怪 成份高 你說16顆健康四小寶 就等於人家200顆的成份 差不多了 那你現在吃了之後 你好像剛剛早前才 尺了個癌症指數 現在說是怎樣呢 那個近況是 江酵素 腎上腺素 那些指數 全部都正常回來了 那顆擴散了癌 現在有 現在只有一個黑影 即是沒有了癌 應該就是沒有了 健康四小寶的療法 其實是英式皇室療法 那你還要怎樣去輔助 你好像說粥粉麵飯 你已經不吃了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咳糖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就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那些毛毛都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